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在于呢 申请人往往只注重了说程序上符合要求 说啊 我提交一个statement解释过去的党员身份 或者呢 我提交601表豁免 我就应该完成要求了 得到批准了 或者呢 我提交相关的党章规定 你看这不是写的很明白吗 等等 这个呢 在事实方面呢 有一些缺失 具体是什么呢 比如说没有解释清楚入党的原因 当时的背景 然后退党的情况 什么时间 什么原因 在事实方面呢 要么讲得太模糊 甚至呢 有很多有的时候不合适的说法 那么过后呢 要再更改和前后抵触呢 那就不方便了 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然后呢 对很多申请人来说也比较重要 那我们具体看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 前面提到申请人呢 来自中国 他是已经退休了 已经70多岁了 是成年美国公民的母亲 1979年入党 所以呢 也有好几十年的党龄了 那么具体的情况呢 在爱485绿坎面谈的时候 然后移民官呢 问到说 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说你对这个共产主义是怎么理解的 申请人回答说 共产主义像是一个梦想 但是呢 现阶段难以达到 那么这个梦想翻译成GIM 那么这个用词呢 明显造成了歧义 最后呢 爱485和爱601都被拒 那么移民局呢 公布了文件 又详细解释了过后的具体情况 申请人呢 此后又提供了具体的解释 更多的说法 他的意思呢 是说意识形态 说这个梦想呢 是空想 是不现实的 在翻译的时候呢 因为他不说英文 我干什么去了呢 对吧 像这样呢 最后结果两边不讨好 是吧 当初本来呢 可以简单简洁 不失尊严的解释清楚 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问到说 离开中国以后 为什么他没有主动的退党 那么申请人讲到说 我主动要求退党 就像是一个政治宣言 让我觉得好像不太合适来做 在这里啊 申请人本来呢 可以更多的注重 比如说个人方面的体验 说如果我要是这样做 会对自己 会对家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而不是在政治方面 意识形态方面 这样呢 有一个比较含混 模糊的解释 那么具体的这个案例呢 经过努力 最后呢 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 但是费了很大周折 申请人呢 又提供了各种证据 讲到呢 他在美国的子女有专业工作 有足够的收入 生的小孩子还有一些医疗状况 提供了相关的证明 需要他在美国帮助照料 否则的话 会给在美国的家人造成极大的困难等等 那么因为家庭团聚等等原因 最后得到了批准 那这个呢 是前几年的案例 如果在现在 大家知道在新的环境下呢 那么说不定呢 就不会得到批准 尤其是呢 我到现在呢 也还有很多申请人 在这方面呢 有各种误区 只注重程序 不注重内容 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退党 那么怎么证明呢 说我有来自党章上面的证明 你看党章明确这样写的 这个好像呢 产生的印象是说 因为这个程序原因 不得不很可惜的推党 而不是讲述自己的情况 那么入党原因呢 有的人说 我要入党了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才能有提升的机会 然后才能够升职 职场发展 这个呢 也不一定是美国移民局接受的豁免的理由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这也是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真实的案例 有一位申请人在面谈的时候呢 问道说你现在还是党员吗 他说我还是 那为什么呢 申请人说 你看我现在在办绿卡啊 我也不知道绿卡能不能批 哎 要是万一绿卡没有批啊 那我还要为照顾家人的角度出发呢 那我还需要继续是党员 然后继续建设社会主义 要是绿卡批了呀 我就退党 要是没批呢 我还要留一条后路 是真实案例 真实发生的情况 那我们想到呢 西游记里头啊 有一位是吧 二师兄说 告老壮 丈母娘 翠兰西子 啊 取经不成 我老朱还是要回来的 是吧 那总体来说嘛 这个显然呢 没有经过认真考虑 那么至少你应该 你不一定是一定要申请美国绿卡 对吧 但是如果你做出选择 要申请美国绿卡啊 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准备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了这个艾斯巴伍 因为这方面原因而被拒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呢 有很多申请人呢 在这些方面还是有各种误区 对实际情况呢 有一些misunderstanding 比如说啊 所谓退党五年 那怎么证明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到什么时间 那么是算到你提交485的时间 不是你去面谈 或者拿到绿卡的时间 预期拿到绿卡的时间 是485提交的时间 等等 像这种 还有呢 像这样的情况 比如很多人为父母办绿卡 那父母往往年纪比较大了 有的呢 在中国是党员 或者有比较长的党龄 不说英语 所以中间呢 这个交流的时候有着问题 还有一些人呢 那么自己通过职业移民办绿卡 像前面讲到呢 除了程序 你还需要注重内容 注重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做出陈述 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我们预期呢 今后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敏感 然后呢 申请人需要认真对待 也可以参见我们这个频道 更多的关于党员问题的视频 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